整个种子萌发的历程 那种子萌发怎么被调节呢 我们分为内在因素 与外在因素 我们现在讲内在因素吧 植物本身会影响它的休眠期 就是它的萌发 它的状态 就是休眠程度 你的变化成熟 若被还没成熟 让它维持休眠 那种种皮的硬度 若种皮又硬又红 根本没办法吸水 那怎么办 就没办法 所以有些种子必须要好几年 好几十年 种皮要烂掉 裂开 或是被动物咬过 或是被动物咬到 分解过它的种皮 种皮才会立开 要办法吸水 就这样度过恶劣的环境 那有两种植物基础 叫种子萌发的 第一个基础叫极配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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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配素是部的处织萌发的 好 第二个基础是部的处织萌发的 好 第二个基础是部的处织萌发的 我们这些学会叫离层酸 也叫离层酸 那这两个基础自然就会维持调节我们种子萌发的情况 好 我们今天呢 现在讲讲极配素是如何挑截的 这是个示意图 先把这个结构给大家介绍 这边有胚芽在上面 这边是胚肘 再下面是胚羹 好 这些加快是什么呢 里面有很多的胚乳 其实已经不要在上面 我还是喜欢里面 现在看到的是处的养分岛 胚乳 胚乳外面有一层构造 叫虎粉层 所以在湖中 胸红色的叫虎粉层 好 那我们看它的条件 首先你的胚会分泌极倍数 极倍数会作用在虎粉层 虎粉层就会因为而分泌的水碱 包含淀粉水碱 脂质水碱 核酸水碱 核酸水碱 就把储存在有这种大分子 脂质啊 淀粉啊 蛋白质啊 分解成可 容性小分子 酸性小分子容易水 就会绿疏到胚 到胚开始发芽发育 好啦 这就是 GA刺激脂 刺激脂萌芽的机制 主要是胚先分泌极倍数 极倍数中的酷粉层 或是分泌极水碱 分解大分子 变成小分子 小分子让胚有养分可以通用 所以它的机制就是 想办法产生小分子有机养分 让胚可以使用而长大 如果这一步做不到 你的胚就没有养分 就维持休眠状态 好 这来解释 为什么GA可以刺激 动质的谋判 这个种子就有胚乳 胚乳有谷本层 所以看起来这个例子指的是 单子叶植物 因为还有胚乳 那双植物会吗 会被刺激会被异小吗 当然是也会 机制类似 只是双植物 没有胚乳 也没有胚乳 胚乳层属于胚乳 胚乳层胚乳 胚乳层业肥大 胚乳已经退化掉了 所以这边介绍了 GA如何调节种子的谋发 是到过产生小分子有养养分